甘肃兰州市天水南路社区 在楼顶平台建设都市农场 号召都市娃种瓜菜 让他们在劳动中体会快乐与艰辛 近日记者来到天水南路社区 与小菜农共同记录首个收成日 参与翻地 播种 施肥 除草 浇水等农耕过程的小菜农 孙文秀介绍着农耕尝试 西红柿没成熟的时候是绿色的 绿色的西红柿是不能吃的 胡萝卜种植的时候要分的开一点 不然种的话果子会长得特别密 据悉 都市农场按照谁种植谁养护的原则 由孩子和家长对植物定期照料和养护 同时也有社工协助每个家庭 共同维护好绿色小天地 向日葵在微风中摇摆 翻瓜和辣椒清脆 在不远处的居民楼映衬下 楼顶的原生态景象颇显生机 小菜农们穿梭在农场之内 采摘着成熟果实 孙文秀在采摘之余 还交谈着种植之苦 如何日当午汉地和下土 谁知盘中餐历历皆辛苦 自己在动手的话 就能体会到农民伯伯的辛苦 还有原农品院士 为了我们中国重点的杂交水道 吃饭的时候不能浪费 如果在外面餐厅吃饭 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打包 孙文秀的母亲齐陆霞 每周都会陪着管护农田 她认为现在的孩子 大多没有下过农田 不会干农活 不失农作物 相关知识也都只局限于课本 而动手劳作 见证从种子到果实的过程 便能弥补这一短板 真的是比较难得 真的是体会不了这种 粮食的那个生长过程 给他们可以上一个 特别好的自然教育课 让他们也可以懂得 这个粮食来自不易 天水南路社区副主任陈杰表示 此前社区开展自然教育活动 主要以发传单 入户讲解 开讲座等方式 对于孩子来说 缺乏吸引力 如今让孩子亲身体验 见证从种子到果实的过程 让他们在交流体验中 了解到粮食来之不易 我们的初衷就是想 让这些在钢筋水泥土中 生活的孩子 然后能够感受到 这些泥土的气息 见证一下植物的生长 让孩子们就懂得爱自己 爱他人 爱惜粮食这样的一个品德